大家好,我是超子 今天教大家自制酒鬼花生米 麻辣酥脆,放凉了也不会回软,比买的还好吃 首先我们准备小料 准备一小块桂皮 少许青花椒 两三片香叶 两三粒丁香 少许小浑香 两个八角 锅中做水,将所有的小料放入水中 开大火烧开锅 在锅中煮2-3分钟左右,将香味煮出 准备生花生米倒入碗中 加入一小勺盐增加底味 倒入烧开的料汁 在水中浸泡2-3个小时左右 将花生米泡入味 泡好以后,用手轻轻一搓,皮就掉了 将所有的花生米去掉外皮 嫌麻烦的,这一步也可以交给媳妇来处理 全部剥完皮以后,放入保鲜袋中 密封好,放到冰箱冷冻一个小时左右 这一步炸出来的花生米更加酥脆 而且不容易反潮 利用这个时间准备少许干辣椒,切成细丝 辣椒籽不要,只要辣椒皮 再准备少许青花椒 锅中做宽油 凉油下锅放入炖好的花生米 放入一粒无辜的大蒜 开中火开始炸制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三分钟左右 炸至花生米飘起时 放到勺子当中发出清脆的声音 这个时候大蒜刚好变成金黄色 如果您分辨不出花生米的成熟度 可以看可怜的大蒜 大蒜变色,花生米既成熟 然后倒出控油 锅中不用再放油 放入青花椒炒出香味 干辣椒不能和花椒一起放 两者的成熟度不一样 炒至变色以后放入干辣椒 继续将辣椒炒香 微微变色以后放入花生米 烹入少许白酒 放白酒,花生米放凉以后更脆 而且不容易反潮 加入适量的盐 少许白糖提鲜 继续关火快速翻炒均匀 就这样自制酒鬼花生米就做好了 麻辣酥脆,越嚼越香 一盘花生米,二两小白酒 感觉人生达到了巅峰 简单的家常菜,不一样的味道 喜欢超速的关注点赞转发收藏 感谢您的支持